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办的政治庇护呢 基本上有五个立场 去让您去申请政治庇护 那么是基于你在您的五国境内受到政府方面的迫害 那么这个五个立场呢 第一个是英文叫做 race 就是您的种族 第二个是 religion 就是您的宗教 第三个是 nationality 因为您的国籍 第四个是 members of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 就是说您是某一个团体的一个组织的团圆 那么第五个呢就是 political opinion 您的政治意见立场 那么如果您在你的母国因为这五个立场而遭受到迫害的话呢 您就可以申请政治庇护 那么迫害的标准 迫害的定义是什么呢 迫害的标准定义就是说您被政府的官员 或者是跟政府官员有关联的这些人呢 因为这五个立场而被抓起来了 被打了 或者是受到精神虐待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让您产生了恐惧 而且呢如果您要继续在这个五个立场呢 在母国之内继续你再坚持下去的话 你的人生会遭到伤害 有这样的恐惧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不能够再留在母国 你一定要寻求他国的政治庇护的保护 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您就是合格可以去申请美国的政治庇护 你在过去遭受到这样的迫害 而且让你恐惧到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 你一定要是有一个程度的一个受到打或者是关 那才是符合了这个标准 那这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过去的迫害 您可不可以申请未来的可能的迫害呢 那么我在我现在人在美国 我是从譬如说我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在中国大陆并没有遭受到迫害过 但是我有一个恐惧是如果我回去会遭受到迫害 那么打比方说因为我在这个美国 我接触到了法轮功了 这是我打个比方而已了 那接触到法轮功了 那么我发现这个法轮大法 这对我来讲是帮助太大了 那么我一日无他不可 我是一定要求此一生 我是一定要练法轮功的 那如果当时我回到中国大陆 我就没有办法练法轮功了是不是 回到中国大陆我一定会受到迫害 于是呢您可以提出一个申请 就是基于是恐惧未来的迫害去申请政治庇护 这样的立场 美国的移民局也是可以批准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 你要申请政治庇护 有这么几个要求的条件 您要符合呢 您就可以去提出政治庇护的申请 如果您人在美国境内的话 您怎么样提出这个庇护的申请 那么您就是要填一个表格 叫做I-589表格 另外呢就是附上您本人的证词或是自白书 讲您自己的这个被受到迫害的前因后果 这个来历经过 然后提上一些如果您有证据的话 就把证据也附上去 然后寄到美国移民局 然后他们会受理 受理之后呢会通知你去面谈 如果您人在境外的话呢 那您可以如果说是非常的急迫 你没有办法说是等到说我去办个美国的签证 到美国来申请政治庇护的话呢 您可以在母国的美国领事馆 到美国领事馆去要求 说我要寻求政治庇护 那么你一旦到了领事馆之后 因为美国领事馆虽然它是在国外 譬如说是在中国 它美国领事馆呢就是形同美国的领土 所以你一旦踏上了这个美国领土呢 你就受到美国的保护了 那你可以跟美国领事馆提出这个批护的申请